NBA是一个神奇的地方,这里总是会诞生一些奇迹,总是会出现一些让人们觉得的不可思议的瞬间。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五大事件,堪称NBA中的灵异事件,反正已过人均超过20年的看球经验是无法解释清楚的,如果大家有好的答案的话,那欢迎一起在评论区探讨。 一、火箭队离之崩盘,曾经有火箭球迷说过,看火箭队的球要准备塑效就先完,因为火箭队最擅长的就是挖坑,那些年的比赛,火箭要么给对手挖坑,然后眼睁睁看着对手慢慢把坑填上,要么就是给自己挽坑,然后眼看着要填上了的时候再掉进一个大坑里。 事实上,在刚刚结束的西部决赛上火箭也烦了老毛病,他们在第六、第七场都是半场领先10分以上,然后在下半场迷之崩盘,这件事科学可能都解释不了吧。 二、猛龙与詹姆斯变猛龙。最近三年的猛龙在NBA可以说是风生水起,德罗在和洛瑞都发展成了联盟里的一线球星,他们这三年常规赛的战绩分别是东部第二、第三和第一,然而他们连续三年都倒在了詹姆斯的脚下。 尤其是今年,猛龙会未尝规赛的东部冠军,而骑士队一路挣扎,才勉强进入东部前四,而且首轮和步行者还打到了抢七,原本以为猛龙会在今年打破魔咒了。 结果,一遇到詹姆斯猛龙分分钟变成猛龙,被詹姆斯自比铃横扫,过去三年全都被詹姆斯淘汰,其中两次被詹姆斯横扫。 看来他们和詹姆斯才是真爱呀。 三、76人新秀之商 76人是近几年靠白烂完成重建的典范,大帝、西蒙斯、富尔茨这三位青年才俊,是76人,过去三年在选秀大会上的杰作,毫无疑问,他们三个是要肩负起76人崛起的重任的,因为他们三个走的轨迹几乎完全相同,大帝在选秀大会时就有伤在身, 三、选中后也不出意外的赛季报销,而富尔茨和西蒙斯也一样,在被选中的第一年都因伤报销,富尔茨稍稍幸运一些,在赛季收官的时候付出了。 过人均在想,很可能是因为大帝多休息了一年,所以他就是这支76人的核心,时至今日,76人新秀之商,也成了人们难以解释的现象了。 四、开拓者中锋之商阿德还在开拓者打球的时候,曾经很严肃地告诉记者自己是一名大前锋,不要称呼自己被中锋,阿德之所以会对中锋这个位置如此会莫如深,主要是因为开拓者的发展史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中锋的黑洞史。 事实上,开拓者是一支对中锋进步于迷信的球队,可却没有一个中锋在开拓者得到了善终,从比尔沃顿到萨姆鲍雷,从萨伯尼斯到奥登,以及普尔兹比拉,埃利奥特威雷姆斯,杰普潘德格拉夫,奥伯托,这些响当当的名字,都在开拓者因为伤病而陨落,这些人当中,过人均觉得最可惜的就是奥登亚。 5.沃克陷入詹姆斯魔咒,詹姆斯是现一联盟第一人,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,他的确足够强大,但在NBA并不是强大的人就不会输球,可詹姆斯在面对沃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,他是真的强大到不会输球,沃克进入联盟以来,先后一共面对过詹姆斯的球队26次,然而他却无一胜计。 其中有一场,沃克在球队领先的情况,下急于表现自己,最终导致了球队输球。 更有趣的是,沃克的球队曾经战胜过詹姆斯的球队一次,可偏偏那场比赛沃克休息了,而那个赛季沃克只休息了那一场,孙家大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